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一样叫做极恶宫 所以大家把命盘拿出来 我们找出极恶宫 他不但要极恶宫 而且还要固定的一个位置 可以恢复健康 是因为你遇到了医生贵人 你的极恶宫 首先必须要在五跟隐的位置 乙里的极恶宫 他是在五的位置 他有对到 位置有对到 那么医师的位置 极恶宫是在续宫 但是对到了五跟隐 我必须里面做到的是文曲 所以乙里即便是对到了 只是没有文曲 那医师虽然对到了 但是你的文曲 你的极恶宫是在续宫 好 那我先讲 我为什么要锁定隐跟五 是因为2021年流年的贵人心 刚好是在隐跟五的位置 那流年的贵人 就是天魁跟天月 那么极恶宫是看一个人的健康 那么极恶宫里面做到了贵人 他代表是什么意思 就是医生就是你的贵人 好 那在2021年是文曲化科 化科也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他就是代表是贵人 第二个代表曝光 那极恶宫曝光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之前找不到的病因 在这一年因为曝光了 所以找到病因了 所以有的人什么去做辞证 去照超音波 怎么都找不出来 如果你之前找不出来病因的 你在这一年当中 你对到的话你就可以去做 那我先讲了什么叫做 医生是贵人 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个很有耐心 他会听你讲话 而且会给你建议 会给你做很详细检查的这个医生 通常我们到医院去 我不知道医生 你给我们病人的时间 会有多少时间 通常医生他也要赶门诊 所以跟病人讲话 大概能有五分钟 我们会觉得这个医生好棒 那尤其是越有名的医生 给的时间越少 那遇到集合公司这种状况的 医生他不但是很有耐心的听你讲 然后给你建议 给你分析 给你去做检查 让你为自己的健康 少掉很多很多的担心 这是其一 其二个就是说 你的文曲化科 你会在这一年当中 你遇到一个能够对你 对症下药的医生 像有的人他身体不舒服 换了医院 换了医生 换了很多药 同样的病症别的人吃了就说有效 可是在他身上那个药全部都没有效 那你说这个病很严重 也不严重 但是就是对他造成很不舒服 第二个自己就是医生 我们要看的是命宫 所以大家把命宫给找出来 同样的也是要影跟舞的位置 那我们在座的人命宫都不在影跟舞的位置 那里头要做到了七煞 或是破军或是天良 虽然以理他是在武宫有七煞 可是那是结二宫 我要的是命宫 那什么叫做自己就是医生呢 有一句话叫做久病成良医 那这些组合的人 之前他身体有些很不舒服 到了2021年 因为受到了流年薪的引动的关系 他的状况会好 那这个好的原因 除了医生还有吃药的原因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自力救济 他了解他身体的一个状况 他帮他自己去做了一些诊治 比如说他改变了他的生活作息 改变了他的饮食 而且是对症下药的去运动 有的人总认为 我有运动 我的健康应该是很OK 其实不是一种运动 他就可以自白病的 所以他们找到自己的状况 然后去做这样的运动 配合饮食 配合作息 那个病状也就跟着减轻了 比如来说 什么叫做对症下药的运动 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人 复健师也好 医生也好 给他的运动 不外乎就是慢跑 快走 游泳 或是踩踩脚踏车 这种有氧运动 那这些运动做对了 对他的健康 真的也就有帮助了 那这两个组合的 不管你是遇到医生贵人 或是自己就是医生 我觉得任何事情 刚开始一鼓作气 是很容易的 最难的是什么 是持续 尤其是运动的一个持续 你要调整你的健康 不是我只做个两三个月 健康就OK 他是要很有耐心 这样做下去的 那么2021年 健康会得到康复 最重要就是你的持续力 把你的这种代谢 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提升起来 当然健康也就跟着OK了 可是我不管你对到的是哪一组 在2021年 这个健康其实都很OK的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